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我是梁亚倩 一起来关心今天3月16号星期五的重要新闻 总统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和国务卿在10天内相继离职 让白宫人心惶惶 媒体盛传国家安全顾问麦玛斯特 司法部长赛欣斯被点名是下一波开测的对象 最快可能16日就会发生 华盛顿周报与泰晤士报相继报道 川普考虑撤换赛欣斯有环保署长普鲁特接任 他还打算开革白宫幕僚长凯利 由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局长穆瓦尼取代 据五名消息人士透露 川普打算撤换麦玛斯特 不过愿意花点时间来处理此事 55岁的麦玛斯特是川普第二位国安顾问 一度被视为川普政府的成人轴心的一员 不过泰晤士报道 据说麦玛斯特跟国防部长马提斯关系不好 川普自己也曾愿马提斯粗辱无礼而动怒 川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会见了麦玛斯特的可能代替人选波顿 波顿曾在前总统老布什任期内担任联合国大使 力推跟伊朗开战 近期则鼓吹跟北韩开战 纽约时报报道 另一个可能人选是退役陆军中将 现任国家安全会议幕僚长凯洛格 塞辛斯曾任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 是第一位表达支持川普竞选总统的资深共和党人 移民政策上与川普理念相似 但川普似乎对他回避通俄案调查 仍难以释怀 穆瓦尼则以上电视坚定捍卫川普的政策而闻名 虽然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 15日深夜透过推特说 和报道相反 川普与麦玛斯特的合作关系良好 白宫国安会没有改变 虽然桑德斯这样的说明 然而人前牵手背后下重手的做法 却又一直是川普内阁人士走马灯转变的模式 最近一次是13日被辞职的国务卿提勒森 玩具反斗城是随着美国婴儿潮成长起来的玩具帝国 这家公司昨日向法院申请清算剩余的近800家分店 3万名员工将因这家70年连锁老店关门而面临失业 玩具反斗城的创办人士 曾在美军担任密码员的Charles Lazarus 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返回华盛顿特区的家乡 当时大批军人卸甲归田 让他看到玩具业的商机 见放弃卖婴儿家具而改卖玩具 由于正好赶上战后自1946年开始的婴儿潮 业务蒸蒸日上 店面逐渐增加 经过几次改名 最后定为玩具反斗城 号称玩具之王的雷哲鲁斯 在1980年代曾说 产品种类多得没有任何对手 进入1990年代 其他连锁店也加入玩具和电玩业务 使玩具反斗城的经营越来越困难 雷哲鲁斯在1994年退休 眼看公司一再重整 企图晚会退市 最后卖给私募股全公司 14日更宣布将全面熄灯 玩具反斗城这个曾经顺着婴儿潮 创业发展 并亦非冲天的玩具王国 还是不敌新世代企业的挑战 玩具反斗城15日发表声明 指出礼品卡可以在未来30天使用 之后将作废 根据长河集团在港交所发布的公告 香港首富李嘉诚 近日起现任董事会主席一职 长子李泽聚接棒 香港首富长河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嘉诚 今天正式宣布退休 李嘉诚辞任长河集团执行董事后 将出任中司资深顾问 就重大事项提供意见 长河集团实业今天发表业绩报告 李嘉诚在会上宣布 决定于应届公司股东周年大会后 将退下集团主席职位 并辞任执行董事 今年7月将满90的李嘉诚说 很高兴能够对公司有贡献 应董事会要求 他退休后将出任公司资深顾问 未来将投入更多时间 在李嘉诚基金会的工作 继续服务社会 迈阿密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校区 一座横跨交通要道的行人路桥 15日下午突然倒塌 把正从路桥底下通过的车辆压垮 造成至少4人丧生 9人受伤 迈阿密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校园 在15日倒塌的天桥 横跨一条有8个车道的繁忙公路 5天前才采用快加速桥梁建筑技术 在短短6个小时内完成搭建 天桥重量约950吨 长174尺 造价1420万元 本来是为了连接校园和附近 有众多学生居住的填水社区 预计明年才启用 当地消防队在昨日下午1时30分 接到桥梁倒塌的求救电话 现场发现至少8辆车 被坠落的巨大钢筋混凝土块压在底下 救援人员从混凝土块和车辆残骸中 迅速抬出9名伤者送医 还发现4名死者的遗体 参与剑桥的主要承包商 努纳拉建筑管理公司和飞格设计公司 过去被控一次冲好 导致桥梁倒塌事故 其中努纳拉公司不到两周前还遭到指控 公司在劳德戴尔好莱坞国际机场扩建计划中 成建一座临时桥梁倒塌 FIGG公司2012年在维吉尼亚州 新建一座桥梁时 也曾因一截90吨重的桥面倒塌遭到罚款 全国交通安全委员会 已派遣包括工程师和材料学家的15名专家前往调查 在Fremont经营餐馆的华裔黄杰宜 Teresa Cun 昨晚正式宣布 投入该市北区市议员选站 黄杰宜高中时从台湾移民来美 在东湾居住了20多年 目前在北Fremont经营迦南厨房餐厅 昨晚的竞选起跑发布会Kickoff Meeting 包括Fremont市长高绪嘉 现任市议员David Bonacorsi 以及多位社区人士都到场致意 黄杰宜表示 交通 教育 治安和老人福利等等 都将是他关心的主轴 这几年大家都特别关心这个交通越来越阻塞 教育也是一个大家很重视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希望不管是小孩子 或者是怎么样帮助青年他们就业 或者是老人怎么样给老人继续有 他们很好的一个退休的生活 那就是北Fremont这边所缺少的 另外我们也是很关心这个治安的问题 就是我们停在车子停在外面都被broken两次 那我们的店也是被也是有被打破玻璃进来 所以希望说我们能够来改善这个治安的问题 能够让居民住得更安心 黄杰宜也指出 北Fremont有很多长者居住 但最近的老人中心却在中央公园附近 因此他也希望争取在北Fremont 设立更多的老人福利设施 Fremont第一位女性华裔市长高绪嘉则表示 由于目前第一选区只有黄杰宜一人宣布参选 因此正式表态支持背书还言之过早 但高绪嘉强调 黄杰宜在事业经营 家庭与社区服务等方面都表现杰出 她很乐见像这样的亚裔女性能够出马参选 争取为社区服务的机会 因此特别前来为黄杰宜加油打气 台湾行政院回应中国大陆对台31项措施 提出四大方向与八大强台策略 希望吸引全球人才壮大台湾 不只面对中国竞争 也要面对全球化之下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 这八大强台策略 不只面对中国的对台31项措施 而是用宏观眼光来看台湾未来数十年的各种挑战跟威胁 施俊吉指出 四方向包括提出优化就学就业强化留财缆财 维持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优势 深化资本市场以及强化文化影视产业 八大强台策略则分别为提升学员人才奖励 强化创新发展动能 强化员工奖励工具 优化医事人员工作环境 加强保护企业秘密 强化产业创新升级 扩大股市动能及国际能见度 与加强发展影视产业 他举例说 将透过高教深耕计划扩大弹性薪资 提高国立大学教授薪资 国发基金匡列新台币1000亿元产业 创新转型基金 提出多元上市 条件协助创新事业进入资本市场 台湾还将成立文化内容测进院 以国家对概念 整合政府及民间资源 跨越振兴内容产业等 高球巨星老虎舞姿 延续上周赛事首感 昨日在阿诺帕马邀请赛首轮中 汇出68杆好成绩 暂居第七 紧落后领先者4杆 上周在威士博锦标赛 首轮打出70杆 是伍兹复出后 首次在第一轮 拿到低于标准杆的成绩 15日的68杆 则是他首次突破70杆 腰出6字头的成绩 伍兹15日抓下6字玻底 要不是在第三栋 出现双百计成绩还会更好 第六栋 他更上演了一记 70尺推杆精彩 拿下波底 全场欢声雷动 贝赫是伍兹第八次 获胜的球场 五年后重返福地 伍兹就像从来没有 离开过一样 再次带来大量人潮 他们几乎都跟着伍兹一动 欢声此起彼落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